從新教育讓天賦自由 為了讓教育能夠有更好的發展 由台東縣政府與遠建天下文化事業 共同舉辦了教育高峰論壇 邀請到知名的親子作家蔡影卿 遠建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秘書長林天萊 以及縣長黃建廷共同發表主題演講 我們台東大家在談到教育有個問題的時候 經常比較會講到 可能在議會 議員在質詢 或者媒體比較會談論到 就是我們的學策 只不過我看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它呈現出來的 我覺得不單純只是我們的孩子在學習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落差 現場不會重視的是這個學期或者這一年 那個平均分數有沒有增加一分或者零點幾分 我覺得我要更重視的是怎麼樣去讓我們的孩子多元發展 台東縣有許多獨特的教育以及家庭生態 像是原住民、單親和隔代教養的家庭多 因此放諸在全國適用的教育政策 或者是教養理念 來到了台東都必須做調整 在演講當中讓許多觀眾都聽得相當驚豔的 天下文化的秘書長林天萊先生 他也娓娓道來 本來只是在花蓮 並且擔任學校工有一職 但是如何靠著自己的努力 能夠到知名的公司就職 他也與大家共鳴 學歷在我們事業群是最低的 我的學歷只有花蓮高工 所以我是在花蓮長大的 所以我考上花中成績很好 我爸爸說只能讀花工 因為馬上就要出來工作了 我們有九個兄弟姐妹 所以我有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 生我的時候外公說 這就提點上來 所以我的名字叫林天萊 所以我以為我是天上來的 當然是過好日子的 沒有想到是天天來上班 我在花工讀書的時候 當然成績是一塌糊塗 英文當然不行 數學當然不行 什麼材料運學也不行 紙紙寫也不行 基建、設計什麼都不行 成績很差 但是我就跑圖書館看書 我在圖書館裡面看 吳世之的書 摩中山的書 英海光的書 反正我 梁啟超的書 反正我也看不懂 我就想說這裡面一定有什麼東西 只是我看不懂而已 但是沒想到 書裡面有一天 他那一本書就有一句話 他說一個人的一生 要寫文章跟別人分享 不然就做一些事情 讓別人寫 不要小看 17歲 高二 這個一句話 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影響力 更希望所有的校長 老師和家長 不要害怕挑戰 要致力為台東孩子 營造機會 發揮天賦 東台宣布發呈的採訪報導 東台宣布發呈的採訪報導